白大尼的馬麗 在白大尼的麻蜂病人西門家 當她坐著食慾時 有一個女人來了 手到拿著一盒雪花石膏 裡面裝著非常珍貴的睡藏藥膏 她將盒子踩在車上 賭在她頭上 有些人心粉粉不平 說,做甚麼要浪費藥膏呢? 因為她可能以三百多便市的價錢出售 並送給窮人 她們的孤注她 耶穌說,讓她獨自一人 你們做甚麼要麻煩她呢? 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好事 因為你們經常有窮人與你們同在 無論何時 你們都可以善待他們 但你們卻不經常禁 她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事 她要來高抹我的身體 埋葬我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無論這福音傳遍全世界 她所做的都要被傳說 以紀念她 馬可福音十四 三至九 只有耶穌基督請救 她要深一個兒子 你要給她起名叫耶穌 因為她要把她的子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馬太福音一點二十一分 神愛世人 甚至將她的獨生子賜給她們 叫一切順她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點十六分 耶穌對她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翰福音十四比六 在別人身上也沒有救恩 因為天下沒有別的名字賜給我們 我們必須因此得救 使徒行傳四點十二分 因為我首先將我所領受的 就是基督如何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而死 交給你們 她被埋葬了 第三天她又復活了 照著經文說 歌臨多前書十五 三至四 我們值著她的補血得夠熟 照著她風聖的恩典赦免罪熱 以忽所書一比七 我們必須充分理解四個真理 一、上帝非常愛你 她希望你和她一齊在天堂上獲得永生 神愛世人 甚至將她的獨森子賜給她們 叫一切信她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點十六分 她希望你和她一齊過豐富而有意義的生活 策黎 策黎不是要偷、殺、要毀 策黎不是要偷、殺、要毀 我黎是要叫她們有生命 叫她們有生命 叫她們有生命 叫她們得住更豐盛的生命 約翰福音十點十分 本如此 好多人並無經歷過有意義的生活 都不確定自己是否擁有永生 因為 二、人本性是有罪的 就是她與上帝夾絕的原因 所有人都犯了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羅馬書三點二十三分 因為貪財是萬惡之緣 提摩太前書六點十分 罪的功架是死 因為罪的功架乃是死 羅馬書六點二十三分 羅馬書六點二十三分 正如她被指定給人一次死 但在之後的審判 欺白來書九點二十七分 屬靈的死亡 或在地獄中與上帝永遠分離 但那些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無私的、偶像崇拜的、 說謊的、說謊的、都要在用火和硫磺燃燒的狐女佔有一席之地 就是第二次死亡 如果人因罪而與神隔絕 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什麼? 我們常常認為解決方案是 宗教善行和良好的舉止 但上帝只有一個解決方案 三、耶穌基督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是上帝的宣告 耶穌基督對他說 耶穌基督對他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負哪裏去 約翰福音十四比六 約翰福音十四比六 他為我們的罪付出了全部的懲罰 因爲基督也曾為罪受苦 異人為不異人受苦 為要把我們帶到神面前 在肉體上被處死 卻被聖靈催促 比得前書三點十八分 我們藉著他的補血得救贖 照著他封聖的恩典赦免罪熱 二乎所書一比七 他有永生的應許 信子的就得永生 不信子的就得不到生命 唯有神的憤怒常在他身上 約翰福音三點三十六分 因爲罪的公家乃是死 但神的恩賜乃是 直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得永生 俄馬書六點二十三分 四 我們需要相信耶穌基督才能得救 我們的救恩是由於上帝的恩典 透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 因爲你們得救是本福音 是恩著信 不是出於你們自己 是上帝的恩賜 不是出於行為 免費是有人跨口 以忽所書二八至九 因爲凡求告耶和華明的 就必得救 羅馬書十點十三分 聖人的討告 憑信心討告 主耶穌非常感謝你愛我 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 我請求你的原諒 感謝你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和復活 以償還我所有的罪業 我相信你是我的主和救主 我接受你永生的禮物 我將我的生命交給你 請幫助我服從你一切的命令 在你眼中討喜悅 阿門 若你信靠了耶穌基督 若你信靠了耶穌基督 以下事情就會發生在你身上 現在 你與神同在右永生 是曾我來的各位的旨意 要凡見到個兒子 信祂的都可以得永生 我要在末日叫祂復活 若看福音六點四十分 你所有的罪業都已得到償還和赦免 過去、現在、未來 但是這個人 在祂永遠為罪獻上一次祭物之後 就坐在神的右邊 欺白來書十點十二分 在神的眼中 你是一個新造的人 是你新生活的開始 因此 因此 如果有人在基督道 他就是一個新造的人 舊的東西已經過去了 看邊 萬物都變得新曬 不臨多後書五點十七分 你成了神的兒女 但凡接待祂的人 就賜給祂能力 要祂成為神個兒子 甚至賜給祂那些信祂名的人 若看福音一點十二分 善行不是我們得救的方式 而是我們得救的證明或果實 因為我們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被造 為要行善 這是神從前命定的 要我們行在裏面 以忽所書兩點十分 上帝保佑你